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候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 人类陷入彼此争斗互相残杀的光景 那更令人心痛的是 在欧洲那些参战的国家 基本上都是信奉耶稣基督的 我们在欧洲可以看到很多的教堂 一间比一间宏伟 一间比一间庄严 所以在开战大概一年之后 一群美国基督长老教会的牧师 他们就起来倡议 他们说全世界的教会 普世的教会 应该要在同一个主日来举行圣餐 这是来提醒全世界的基督徒 耶稣基督已经用他的生命 来拆毁人间这个隔绝的墙 那大家一起来攻守圣餐 这是一起来纪念耶稣基督 他牺牲他救赎的爱 这样子大家可以彼此合一 彼此接纳彼此连结 彼此分享 这样子彼此修复破碎的关系 这样子来终止仇恨 终止杀戮 世界才能够得到和平 兄弟姐妹 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 无私的爱 让我们看见我们这个自私的罪 在我们里面 耶稣的保血洗涤了我们的罪 让我们挣脱自私与害怕的枷锁 让我们能够得到自由 得到能力去爱 不再被害怕跟偏见自私的 这个枷锁绑着 我们可以去接纳 上帝放在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让我们来感谢赞美耶稣基督 他在十字架上宝贵的爱 所以兄弟姐妹 让我们一起跟Eva姐妹 来唱这首赞美诗 宝贵诗教 Precious Cross 赞美语 soci단 主ivatzil 主神 主化 主 不光临过度,使我再次能看见 主耶稣,我感谢祢 祢的宝宣,为我而留 宝贵世家上,彼此恩典永远 是我完成的自由 宝贵世家的大能,赐我生命 主耶稣,我感谢祢 宝贵世家的宝贵世家的宝贵 是祢所有的人 祢的爱也不会改变 主耶稣,我感谢祢 祢的身体,为我而生 带我出黑道,今无光明过度 使我再次能看见 主耶稣,我感谢祢 祢的宝贵世家,为我而留 宝贵世家上,为自恩典永远 是我完成的自由 宝贵世家的大能,赐我生命 主耶稣,我感谢祢 主耶稣,我感谢祢 宝贵世家的宝贵世家 是祢所有的人 你的爱也不会改变 宝贵世家的宝贵世家的宝贵世家 让我们一同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祢 感谢祢 照着上帝的旨意 谦卑自己,也牺牲自己 借着你的身体 与宝血,替我们赎罪 让我们这些 有罪的人,甚至是 不被接纳的人 有机会因为你的牺牲 而成为蒙受恩典的人 上帝啊 我们恳求祢赐给我们 有祢的爱 与祢的智慧 让我们知道如何 在教会中彼此合一 我们每个人 都是你所创造 独一无二的人 虽然我们是不同的族群 我们血缘 我们的国籍 文化以及想法不一样 虽然我们也有不同的 信仰的理解 还有传统 但是我们每一位 都是你的爱子耶稣基督 父上赎罪嫁所拯救的人 帮助我们用正确的态度 来彼此对待 真实的彼此接纳 彼此扶持 互相劝勉 亲爱的上帝 我们要为普世的教会来祈祷 愿所有的教会 在你创造的美丽与丰富当中 能够彼此合一 来彰显你的国度的荣耀 愿所有的教会 能够成为你拣选的仆人 忠心的仆人 共同宣扬你的恩典与救赎 上帝啊 这个世界喜欢用差异 来彼此区分 互相争斗 互相的仇恨 求你让普世教会能够 在自己所在的地方 活出你宽广的爱 带来转变 让这个世界有更多的接纳 与尊重 而不是彼此争权争斗 互相压迫 恳求你的医治 在这个世界上 这个世界因为偏见 而造成了许多的破坏 与压迫 譬如无所不在的性别主义 与种族主义 公益慈爱的上帝啊 为愿这个世界 因为认识你的爱 而能够合一 能够享受 属于你的国度的平安 与和平 我们所有的感谢 祈求 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兄弟姐妹 今天的禁文记载在新约 哥林多前书 第十一章 十七到三十四节 我邀请你一起开生来读 我现在吩咐你们这话 不是在称赞你们 因为你们聚会是有损无益的 首先我听说你们教会聚会的时候 有分裂的事 我也有些相信这话 在你们中间必然有分门结党的事 好使那些经得起考验的人显明出来 你们聚会的时候 不是在吃主的晚餐 因为吃的时候 个人先吃自己的饭 甚至有人饥饿 有人酒醉 难道你们没有家可以吃喝吗 还是你们藐视神的教会 使那没有的羞愧呢 我该对你们说什么呢 我要称赞你们吗 在这世上我绝不称赞你们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是从主所领受的 主耶税 主耶稣被出卖的那一夜 拿起饼来 注谢了 就拨开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你们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饭后 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 这杯是用我的血 所立的新约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 要如此行 来纪念我 你们每逢吃这饼 喝这杯 是宣告主的死 直到他来 所以 任何不按规矩吃了主的饼 喝了主的杯 就是干饭了主的身体 和主的血了 人应该醒茶自己 然后吃这饼 喝这杯 因为人吃喝 若不分便是主的身体 他的吃喝 就是定自己的罪了 因此 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与患病的 常免了的也不少 我们若是先醒茶自己 就不至于受审判 我们受审判的时候 就是被主管教 这样就免得和世人一同被定罪 所以 我的弟兄们 你们聚会吃晚餐的时候 要彼此等待 若有人饿了 要在家里先吃 免得你们聚会 反被定罪 我们感谢上帝赐给我们他的话语 兄弟姐妹 已经超过半年 我们都不能够回到教会 相信大家都很怀念 我们一起崇拜 一起团契 彼此见面 彼此问候 彼此拥抱的日子 我呢 其实也很想念我们教会 百乐聚餐的时候 桌上摆满一道一道 兄弟姐妹用心准备的拿手好菜 有的兄弟姐妹呢 即使自己没有时间可以煮 也都会到附近的商家 去买他们的招牌好菜 回来 让大家分享 所以不论自己做或者是买回来 都是用爱心准备的 希望兄弟姐妹能够吃到健康美味的好食物 所以这整桌 丰富的食物 还有每一位兄弟姐妹都可以分享 每一位兄弟姐妹 围着桌子这样子坐下来 分享美味的食物 彼此交流 这样是象征教会团契丰盛的爱 那在我们教会 叫做百乐聚餐 这个其实是从英文的一个词 potluck 翻译过来的 但是翻译的非常好 那有的教会呢 称这种聚餐叫做阿卡佩 阿卡佩 这是希腊文爱的意思 那有的教会是说love feast 也是这个爱餐的意思 其实爱餐的历史是很悠久的 一些初代的教会 比如说哥林多教会 他们聚会的时候也是这样子一个爱餐的聚会 那这是今天经文的一个背景 哥林多教会他所在的地方呢 是希腊人居住的地方 那个时候啊 希腊人饮食的文化是这样子 早餐呢 午餐都是很简单很随便的 晚餐是一天里面最重要的一餐 大家呢坐下来慢慢吃 吃饭不是为了只有要填饱肚子 这比较长的时间让大家可以坐下来谈话 彼此交流 来增进关系 但是呢 哥林多教会他们聚会的时候一起吃晚餐 却不是一般晚餐的这个性质 他们称作是主的晚餐 主的晚餐 因为他们是仿效主耶稣基督在被定时自驾之前 跟门徒一起享用的这个余月节的晚餐 也是他的最后晚餐 也是他最设立这个圣餐的时候 所以在那个时代啊 教会是唯一能够打破社会这些阶级界限的地方 在那个时候有严格的这些阶级划分 有自由人 有奴隶 那有罗马公民 有犹太人 有希腊人 有受高等教育的 也有这些没受教育的这些文 那但是到了教会呢 就不论这些阶级了 不管这些阶级了 众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兄弟姐妹这样子互称 所以呢近代呢 有一位教会历史学家 就这样来描述早期信徒的生活 他说啊 在教会自己的团体的范围里面 几乎完全解决了当时候罗马 还有欧 现代欧洲仍然困扰的问题 教会呢提高了妇女的地位 恢复劳工的神圣 废除乞丐 消除奴隶的痛苦 那这样子的一个革命的秘诀 就在主的晚餐当中 一切的种族 一切的这些阶级的自私 都完全抛在脑后 完全忘记了 这种革命呢 他会成功呢 也在于他的一个新的社会基础 这个基础是奠基在一种爱上面 这种爱就是因为相信 在人的里面可以看到上帝的形象 主的晚餐 让教会成了一个爱的团契 这是主的晚餐的一个爱的一个本质 不过呢 后来这样子的爱呢 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呢 却变了体 在教会当中有富裕的 有贫穷的 那在这种爱餐的聚会里面呢 这些富裕的会带来很丰富的菜肴 但是这些贫穷的呢 却不能够带出什么样的东西来 事实上 在他们的教会里面 有很多很贫苦的奴隶 那对这些奴隶来讲呢 他们一星期里面啊 这一餐的这个爱餐 是他们一星期里面 唯一能够吃到像样食物的一餐呢 在平常的日子里 他们是主人的奴隶 他们要做很多的苦工 他们呢 甚至被虐待 也吃得不好 但是在教会 因为保罗教导他们 基督的爱是不分人种 不分阶级 所以这些奴隶到了教会之后呢 他们被尊重 被接纳 他们可以分享这些食物 他们享受在基督里 合一的这个团契 可是现在呢 这样子一个接纳尊重 跟这个分享的精神 不见了 富有的人 他们不愿意跟这些贫穷的人 贫穷的兄弟姐妹 一起来分享这些食物 他们的食物 他们只想跟其他富有的人 来分享 他们 这样吃得饱饱的 甚至呢喝到醉了 但是在旁边这些贫穷的兄弟姐妹 却没有东西可以吃 保罗呢很生气来指责这些富有的兄弟姐妹 所以你们这样子排斥 轻视贫穷兄弟姐妹的这种行为呢 就表明了你们根本不清楚 不明白主的晚餐的本质跟意义 所以用保罗的话讲 他说你们这样就是不分辨主的身体 不分辨主的身体 主基督是为每一个人而死 当然也是为那些贫穷的兄弟姐妹而死 在基督里 大家都是属于基督的身体 要合一 要彼此接纳 要彼此分享 富有的信徒在教会里这样自顾吃 自的这样吃起来 没有包过这些 没有邀请这些 贫穷的兄弟姐妹 这就是没有让基督成为一个肢体 整个基督的肢体没有一起分享 没有合一 教会不清楚 自己作为基督身体的意义 主的晚餐是爱餐 本来是应该消除这些阶级的界限 结果呢 却加深了他们当中的分歧 这是不对的行为 这是罪啊 这是应该受到批评跟审判的 兄弟姐妹 今天是十月的第一个主日 也是普世圣餐主日 在今天从早到晚 在世界的各个角落 都有基督徒在举行主的圣餐 在纪念主耶稣基督为了救赎全人类 所做出的牺牲的爱 这是要提醒我们自己 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要合一 我们要为世界的和平做出努力 那么这个特别的主日是怎么来的呢 在1933年的时候 美国基督长老教会就有一个牧师 叫做克尔牧师 他发起的 不过呢 要直到1940年 同样也是一群长老教会的牧师 一群牧师 出来做强烈的呼吁说 我们需要有一个这样子特别的主日 我们需要成立这样一个特别的主日 所以那个时候才有正式成立 那为什么他们会需要有一个这样子一个特别的主日呢 因为那个时候啊 世界的局势啊动荡不安 世界的经济呢陷入小桥 大家的生活陷入困境 而且整个世界陷入这个战争的阴影里面 那个时候真的是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 所以那个战争的阴影很强烈 教会需要合一 基督徒需要为世界的和平尽到该尽的责任 兄弟姐妹 今天我们所处的世界 比起1940年代那个时候的世界 基本上呢是一样的 今年的瘟疫造成几千万人生病 有一百多万人失去他们宝贵的生命 想想看有多少家庭呢 失去他们的亲人 失去他们经济的支柱 多少人生活陷入空前的困境 比起战争所造成的损害 这个一点都不输啊 更不要说现在国际的局势动荡不安 没有最坏 只有更坏 所以兄弟姐妹 在这个特别的主日 我们读到这个特别的经文 上帝呢正在给我们一个信息 他正在督促我们 作为普世教会大家庭里面的一个小小的成员 我们可以怎么做 可以努力达到普世教会的合一呢 让世界的和平可以成为可能了 这个信息啊就是我们要彼此接纳 我们要努力彼此接纳 这就是哥林多教会 他们没有能够做到的地方 或者是说他们做的很不好的地方 这也是我们当今教会需要努力的地方 有个故事这样说 有一个人呢就走到桥上 他发现呢 桥上有另外一个人 他正准备要跳桥 要自杀 这个人就喊 不要自杀 不要这样做 你有宗教信仰吗 宗教信仰能够帮助你不要做出伤害自己的事情 那个要自杀的人说 谢谢你提醒我 其实我是个基督徒 那个人继续说 太好了 我也是 你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 我是新教徒 啊 我也是 那你是圣公会的还是进信会的 这个人说 我是进信会的 真的吗 我也是 那你是这个美南进信会的 还是美北进信会的呢 我是美南进信会的 太奇妙了 我也是 那你是郑州美南进信会呢 还是归正美南进信会呢 我是归正美南进信会 我也是啊 真是不敢相信 那你是1879年 那一年的这个改革运动成立的归正美南进信会吗 还是1915年改革运动的那一年成立的这个归正过的美南进信会呢 这个人就说 这个人就说 我是1915年改革成立的那一个归正过了的美南进信会 这个第一个人听呢 就说 他很生气 你这个异端 你还是跳桥 死了算了 兄弟姐妹 这个对话 你有没有觉得 这个教派啊 也未免分裂的太多次了吧 那兄弟姐妹 我讲这个故事啊 其实不是要对进信会有任何的不敬哦 其实同样的教会也是可以有长老教会的版本 或者是我们联合卫理教会的版本 我们这两个教派其实也都经过很多的分裂 你知道吗 光是现在在北美洲的魏理中的教派就有25个这么多 这些都是因为一些差异 一些见解上的差异不同而分裂出来的一个教派 但是都还是属于魏理中呢 今年5月本来我们教派要举行这个总会 要想来解决几十年来教会中这个同性恋议题所引发的分争 后来因为疫情延期了 没有开 延到明年去了 不过我们大家都可以想象 这个分争这么久 到最后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果 兄弟姐妹 我们太容易针对别人跟我们自己的差异 去做这个区别 去区分彼此 我们去区分有钱的或者是贫穷的 我们区分会说方言的不说方言的 支持案例女牧师不支持案例女牧师 支持开放圣餐 就是说没有洗礼也可以领受圣餐 或者是支持封闭圣餐 支持那些说一定要有洗礼才能够领受圣餐 那支持同性恋或者是不支持同性恋 自由派保守派 哎呀我们有好多可以去区分 兄弟姐妹啊 有宗教的热忱 确实没有接纳宽容的心呢 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这反而会造成很多的纷争 世界的不和平的这个事情 也都是从这些事情而来的 这样不是办法呀 所以保罗说不要拿放大进去看差异的地方 如果要看差异啊 到最后都只有纷争而已 到最后我们只能够爱我们自己而已 我们要去看彼此共同的地方 我们最大的公约数 那么什么是普世教会的最大公约数呢 那就是我们共同信仰的 为了爱世人而牺牲自己生命的主耶稣基督 这就是圣餐所纪念的 所以在普世圣餐这一天 我们就是说用手主的圣餐 来显示那个合一 大家是不是能够记得 设立圣餐的时候那个情境呢 设立圣餐的时候是一个冲突的情境哦 那个不是一个说你好我好一个平安无事的一个情境 耶稣在设立圣餐之前 他就有提到他们当中有门徒要出卖他 所以耶稣知道要出卖他的人是犹大 可是他并没有把犹大赶出去 不让他一起坐下来吃余月节的晚餐 他还是接纳犹大 坐在那边跟这些门徒都一起同桌来吃饭 接纳他 所以保罗都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提醒特别是提醒这些富有的这些信徒 主耶稣设立圣餐的时候他所说的话 他的身体要打破 他的血要流出来 耶稣要为人来牺牲他的生命 为所有的人死 主的晚餐是上帝爱的记号 他的本质就是爱 教会是爱的团契 要接纳所有的人 要分享所有的东西 兄弟姐妹 今天我们与全世界的基督徒一起守圣餐 所有的基督徒再一次的被提醒 教会呢作为基督的身体 最重要的是能够时时刻刻分辨 这个分辨的意思就是 时时刻刻要能够清楚明白 耶稣基督救赎的爱 耶稣基督救赎的爱是给每一个人的 我们应该要去接纳每一个人 我们要活出耶稣基督的那种爱 不要让那个爱来死去 不要让那个爱变直 我们接纳每一个上帝已经接纳 我们不要去找任何的理由 不要去找任何的差异 来去排斥任何人 来去区分任何人 彼此接纳 彼此尊重 到彼此相爱彼此合一 有一句话说千里之行始于主向 也就是说我们要旅行很远 但是那个路程呢就开始于我们脚下的第一步 所以兄弟姐妹就从我们个人做起 然后到我们小小的教会 然后扩大到我们的教派 我们的社区 族群之间 种族之间 国与国之间 上帝会祝福我们这种彼此接纳 彼此尊重 彼此合一的这种爱 让我们的合一 能够成为通往世界和平的一条路 阿们 亲爱的兄弟姐妹 在我们联合为你教会的传统当中 圣餐是上帝将恩典赐给我们的管道之一 目前因为禁足令的关系 我们不能够回到教会一起来崇拜 一起攻守圣餐 但是圣餐在这个时候是更加重要的 因为上帝要透过圣餐 把医治的恩典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今天要透过影音的方式 一起来攻守圣餐 我们虽然隔着一个荧幕 但是我们相信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 祂是全能的 祂不会受到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祂与我们的连结也不会受到限制 祂必定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 祂的圣灵也必浇灌我们每一个人 凭着信心所预备的食物与饮料 使他们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圣体与保险 所以当我们领受的时候 我们便与基督合一 我们便与所有的兄弟姐妹合一 所以兄弟姐妹 我现在要邀请你 当你看到荧幕上有出现全体 回应的这个出体字的时候 请你能够出声一起来回应 兄弟姐妹 愿主的平安与你同在 让我们向主献上我们的心 向主献上我们的赞美与感谢 全能的上帝 天地的创造者 我们随时随地感谢你 那是应当而且是美好喜乐的事 你从一体造成万国万民 遍布各地 你地上的子民和天上的群众 用不止息的歌声赞美你的名 圣哉圣哉圣善主 满有全能的上帝 你的荣耀充满天地 和善那归于至高者 奉上帝的名而来的是有福的 和善那归于至高者 你是圣洁的 圣子耶稣基督是当受赞美的 通过他的受苦死亡和复活 你创立了教会 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的奴役 以水和圣灵与我们定立新的缘 主耶稣被卖的那一页 他拿起饼来 注谢剥开 分给门徒说 拿去吃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你们当如此心 来纪念我 吃完了之后 他拿起杯 注谢避给门徒说 你们都要喝 因为这是我立新约的血 为你们也为众人游出 使罪得赦免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 当如此心 来纪念我 所以为着要纪念你在耶稣基督里的伟大作为 我们献上我们自己 与赞美和感谢 成为神圣的国际 与基督合一 宣扬 我们得以成为基督 我们得以成为基督在这世上的身子 你全能的上帝 从今日直到永远 阿们 兄弟姐妹 让我们现在一起用感恩的心 来领受主耶稣基督的圣体 与保险 永恒的上帝 与保险 就是耶稣基督的圣体 与保险 耶稣的生命 现在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 他更新了我们的生命 他赐给我们力量 但愿我们都能够真实的领受到 耶稣这个生命之良 所带来的丰盛与力量 让我们一同来听 一同来唱 如果你愿意跟着唱 这个天使之良 感谢以望姐妹来带领我们 阿地尹 阿地尼 阿ensch 阿地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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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天尔 阿地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聖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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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